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祂的心里有难途 祂的时间不错误 各位朋友 欢迎来到空中主日学 今天我们要看罗马书第五章 与神和好以后的事情 在上次我们讲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一节 说我们既因信称义 我们称义了 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义人了 那么现在就跟神相和了 他说是靠着我们 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始终是耶稣是我们的中宝 始终因为耶稣为我们流血 始终因为我们信靠了耶稣 我们就跟上帝相和了 中宝 我们跟神中间原来有隔断的墙 这个各位在以福所书第二章 哥罗西书第一章都有讲到 人和神之间仇恨 以及人和人之间仇恨 都因为十字架上的爱得以消除 跟神和好了 有和平了 有友谊了 那与神和好不再争吵 不再怕上帝的震怒在我们身上 这个是弟兄姐妹 你常常需要跟非基督朋友表示的 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 在立位记二十六章有讲到 一个离弃上帝的人 风吹树叶的声音会叫他害怕 我们如果离弃上帝 我们离弃上帝的恩典 就在这个可怕的世界 离弃上帝恩典的手 就在这个世界里面 在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事 叫我们害怕 有太多的敌意 不仅空中里充满了这些细菌绿过性病毒 对我们是有敌意的 而且人和人之间有敌意 而且这个是人吃人的世界和社会 有敌意的 所谓有好意有异 也常常都是利益之下暂时的产物 我们回到上帝内 就有一个真正的平安 不惧怕 大水泛滥的时候不怕 经济崩溃的时候不怕 政治改变的时候不怕 那个身体检查医生报告说 你得了癌症的时候我们也不怕 不是我们冷漠 不是我们呆板 而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上帝的手里 我们跟他和好了 全能的上帝爱我们 我们还有什么能够让我们失去平安的 失去跟上帝的友谊 因性称义 第一个好处 我们与神复合 而且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 始终是借着信心 始终是因着信心 我们不能一刻没有信心 一刻没有信心 我们就掉到深渊里了 我们一看环境 我们就觉得死掉了 我们完蛋了 我们一旦有信心 听到上帝的话 仰望上帝 上帝的圣灵在我们心里 我们就真的天不怕地不怕 而且有最大的智慧 勇敢 圣洁良善来以善甚恶 但没有信心很危险 我们需要不断地有信心 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 保罗说站在这个恩典里面的意思 就是站得住的意思 有的时候我问朋友们 做生意的 那生意现在站住没有 就有这个意思 就站得稳了 我们在恩典中 有的时候如果没有信心 就会失落 神虽然很爱我们 但缺少信心 我们会怀疑 我们会多忧多虑 我们会多愁 我们会被罪恶的世界 会被撒旦的攻击 让我们用以恶 被恶所胜 那如果信靠上帝 就不会被恶所胜 我们恩典就站得很稳 就始终知道 自己在活在一个 充满恩典的生活当中 上帝是爱我们的 因信称义 让我们跟神和好 让我们站在恩典里面 不是动来动去的 另外一个结果 就是因信称义的第二个结果 并且欢欢喜喜盼望 神的荣耀 我们现在站得很稳了 知道我们是蒙恩的人 不失落了 跟神和好了 但是这不是完全的 我们还在盼望 我们还在等候 因为最好的还没有来 那么从一个角度 最坏的已经去了 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 最坏的也还没有来 因为我们都还会死 死亡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攻击 对基督徒也是很大的恐惧 那更不要说生活中 常常有些打击 但是如果你有信心的话 那么不管任何一个打击 任何一个失望 任何一个威胁 包括死亡 都可以让我们站得更稳 但是不管站得怎么稳 最好的还是没有得到 我们还在盼望 但这个盼望不是痴痴地等 不是痴痴地盼望 好像没有把握 不是那个忧虑的 好像我这次考大学 大概是考不去 看放榜的时候 没有太大的希望 我们是有确定的盼望 而且是在欢欢喜喜的盼望 那我们盼望什么呢 我们盼望神的荣耀 我们以前讲过 人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我们人本来这么美 结果我们做出这么丑的事 我们活出这么丑的生命 我们让自己受苦 我们也让上帝受羞辱 那么现在说 我们盼望神的荣耀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盼望上帝 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能够恢复原来的 我们人的美 能够让我们原来的那个丑恶 我们后来犯罪以后的丑恶去掉 而神原来创造我们的 那个善良正义 能够被恢复 这个我们在人间 大概不太容易恢复什么东西了 人间能够恢复的 包括Sistine Chapel的那些画 或者有一些破损的艺术品要恢复 总是还有一些 我想跟原来画好的时候 总不太一样 能跟恢复原来差不多已经不错了 上帝要把我们人原来的荣耀 发挥得更美 像基督一样 基督是神的荣耀 是神的像 那我们现在已经是基督的儿女了 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已经有一点像基督了 但是呢 还是常常活的是羞辱 我们常常还是有一些悲情下品 自私自利 邪恶 嫉妒 骄傲 竞争 等等这些事情 在我们的心里会跑出来 那我们盼望 因着我们越来越信靠上帝 上帝的荣耀 可以在我们身上更多的发挥出来 我希望各位弟兄姐妹 神的荣耀在你身上能够发挥出来 你也盼望 你希望常常能够更有上帝的荣美 这同样我们用世俗来讲 你可以了解 我曾经看过一个女孩子 卧房里放满了那个模特儿的照片 我说你放这些干嘛 她说天天看 也许我有一天可以看 越看 慢慢就跟他们很像 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 你天天看美女 你会不会变成一个美女 但是在圣经里面是有这样的观念 在哥林多后书讲到说 我们如果说是 敞着脸看到主的荣光 慢慢就会变成主的荣行 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灵变的 敬诸者赤 敬末者黑 敬神者灵 常常接近上帝 我们就有神的荣耀 我们就有神的圣灵在我们身上 那我们因着信心 虽然现在重生得救还不够好 但是我们相信神会把他的荣耀 重新在我们人身上 完全的完全彰显出来 在将来再见主面的时候 毕竟是如此 在现在的生活中 也会一天比一天更多 我们盼望主的荣耀 你盼望美丽 你盼望健康 你盼望富有 你盼望开宾室轿车 原来是开宾室三百的 希望最后开宾室六百 都是希望你的荣耀增加 那么 愿我们对属灵的事 也有这样的盼望 我们的爱 我们的正义 我们的圣洁 良善 温柔 友善 能够必须 必须不断地增加 好 音信称义 第一个 让我们 与神附和 站在主的恩典中 第二个 虽然已经很好了 我们希望更好 我们盼望上帝的荣耀 能够显出来 那么 但是还有第三个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的 而现在我们 在这节里面 要看到的是一个 可能跟教义 没有那么深刻关系 可是跟我们日常生活 很有关系的 与上帝和好了 音信称义了 站在恩典里了 而且盼望主啊 有一个很强烈的盼望 希望主天天来改变我 让主的荣耀 在我身上显现 我也能荣耀我的主 那可能很多基督徒 不喜欢看到 第三节中间 这一句 这个字 患难中 哎呀 信了耶稣 就脱离了死亡 脱离了罪恶 应该也脱离了患难嘛 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 没有 我也不知道 有没有哪一个宗教 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 一个人信耶稣 信了以后 并不是就没有苦难 可是很多时候 我在教会里听到 很多传道人 和很多书籍 为了怕人家 不信耶稣 所以就常常讲 信了耶稣以后 就一凡丰顺 这个 凡事都很顺利 我们相信主是非常爱 我们也相信 万事互相消利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们也相信 神让我们所经验的 每件事 格林多后书讲 一切都是为你们好 凡事都是为你们好 所有的神 让神儿女所经历的 都是要我们更提升 更美好 但是他提升 我们的办法里面 包括让我们经历患难 神在他儿女的身上 并不挪去患难 而是借着这些患难 产生更多美好的结果 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 不要害怕 我们生活中 所会碰到的这些 患难和艰难 那都是神 非常美好的祝福 那都是 神为了要提升我们 所加给我们的 所以 你不但是在欢喜中 盼望上帝的荣耀 你在患难中 也会欢欢喜喜的 信靠了耶稣 一定是最有福气的 但信靠耶稣 不保证就是一帆风顺 甚至我们会 为义受逼迫 甚至原来没有的苦 现会有苦 以前作弊 做得很顺 信了耶稣 你知道不能作弊 以前说谎 说得很方便 而且因为说谎 可以暂时解决 一些眼前尴尬的事 现在我们不说谎 以至于我们可能 要承担一些艰难的事 但是我们欢欢喜喜的 患难不能夺去 我们欢喜 不是我们呆 不是我们笨 因为怎么样 因为知道一件事 因为知道患难 能够产生忍耐 这个忍耐 有人说最好翻成坚忍 就是一个坚毅不拔的性情 患难产生忍耐 患难产生一个坚毅不拔的性情 这有可能 我们看这个 孟子所讲的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我们也看到这个 古今中外历史上 一个勇者 或者一个好的公司 或一个坚强的军队 常常是在很大的艰难的磨练中造成的 患难能生一个坚忍 不仅是患难能够练出更精的军队 篮球队 橄榄队 橄榄球队 或者是 或者是 一个好的领袖 患难也能够让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能够变得更好 患难是一个磨练 这个磨练 可以让人坚强 可以让人坚忍 可以让人有毅力 但是也不一定啊 患难也可以叫我们变得非常的退缩 因为常常失败 常常被打击 常常经历患难 我们可能就有忧郁症 我们可能就有恐惧症 我们可能就不敢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 如果说患难把你培养得更坚忍不拔 而这个不是来自上帝的话 那个坚忍不拔也是叫我们骄傲的 并不是一件好事 那个坚忍不拔可以叫我们残忍的 像罗马的军团一样 罗马军团是很坚忍不拔 但是他们对敌人非常残酷的 患难生忍耐 还有一切的不幸能够产生好的结果 有一个最重要原因 这是在恩典中的结果 但是这我们等一下再看 患难 他说能让人坚毅不拔 让人有忍耐 这个不管是世俗和基督教里 我们都会看到 有人吃了很多的苦 所以他有那种忍耐的个性 那忍耐能生老恋 老恋英文翻character 老恋我们中文这里翻得也很好 老恋就是一个非常优美的个性 一个很成熟的个性 因为在奸人的环境中 久而久之就培养出一个好的个性 这个个性能让我们处理各样的事 圣不骄 败不女 非常的平稳 沉着的处理事情 稳重的处理事情 忍耐生老恋 奸人久了 就有一个老恋的个性 这个同样我们在世俗里可以看到 一个公司的大老板 一个了不起的将军 这个泰山崩而面不改色 艰难中让他有奸人 然后坚忍中让他运筹帷幄之内 不管是怎么乱 他都知道稳住稳住 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一个好的教练或者是一个军师 他很老恋 但是忍耐也不一定会产生老恋 就如同患难可以产生恐惧 产生不忍耐 太苦了 那忍耐久了产生的也不一定是老恋 忍耐久了可以产生一种冷漠 一种悲观 一种绝望 有一次我学生去印度那边宣教 他去的是加尔各达附近的一个许许多多贫民库里面 一个非常贫 几万人挤在一个大概几个足球场一样大的地方 局主没有什么水电 没有什么下水道 所以又脏又臭 然后那里有妙计 小孩子小女孩六七岁就迈到那个庙里面做铜计 那个幻灯片照那些女孩子 那个脸都是非常的冷漠 不像一个孩子的脸 那是一个没有盼望的脸 那是一个绝望的脸 我想他们从小受过那么多的患难 因为他做妓女 他需要很能忍耐 但这没有产生美好的个性 这产生的是一个冷漠的个性 是一个绝望的个性 是一个像木头一样 鲁迅讲的像一段呆木头一样 我不能再让我的感情发挥出来 因为我经历的事情都叫我哭 我眼泪已经哭干了 忍耐不一定产生老恋 不一定产生一个美好的个性 可能产生一个冷漠绝望的个性 那怎么样产生一个好的个性 我们等一下再看 老恋生盼望 当你有一个美好的个性 当你因着信靠上帝 在患难中产生坚忍不拔的心 坚忍不拔的心产生美好的个性 美好的个性 在各样的世上 让你能够有一个 有一个对前途 对将来的盼望 又一次我们又讲到盼望 就是现在很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阴性称义了 但是还可以更好 而且可以继续不断地更好 不但是我们里面可以好 而且外面的坏可以继续地减少 老恋产生盼望 各位我不知道你的个性 像我50岁了 人过中年慢慢慢慢 不太有什么盼望嘛 小孩子的时候 青少年的时候 十三四岁的时候有盼望 希望考上大学 如果你成绩很好 考上台大 你有盼望你的目标 你的方向 你的盼望就是 三十岁以前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或者拿到博士 或拿到诺贝尔奖 你有一些世界上的盼望 但是人过中年以后 好像你走高峰了 慢慢就没有盼望了 得过且过过一天算一天了 活在世上 患难不一定产生忍耐 也许产生罪大不忍耐 忍耐不一定产生老恋 美好的个性 也许产生一个冷漠的个性 在冷漠中 不一定能产生盼望 也许产生的是绝望 我的生命大概就是这样 越来越老 越来越没有力量 越来越衰微 盼望不至于羞耻 同样 盼望可以不羞耻 我真的有一个希望 我希望这个女孩子 能够嫁给我 结果最后 卖油郎 独占花魁女 真的是 娶了一个如花似玉 我非常的头衔良 追刺骨 非常努力地读书 希望有一天 一举成名天下之 那个盼望是成为状元 真的 没有羞耻 我成为状元 这个在少数 或者极少数的人 在他从苦难中的奋斗中有 可是我们都 这个还不是圣经讲的 而且我们要说 很多的人 在盼望中最后是碰到的羞耻 我在戏院等我的女朋友来 盼望着盼望着来了 结果他的身边有个他 他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你的盼望就变成羞耻了 你盼望着盼望着希望 人家保证你的股票一定会涨 结果你一看大跌 你的盼望就变成羞耻了 你盼望这个人一定能当选 你所支持的人能够当选 结果没有当选 在开票的时候 你的盼望就变成羞耻了 或者是失望了 失望太厉害就是一个羞耻 各位人间患难能够带 最后带给我们荣耀 还是最后带给我们羞耻 我承认 世上也有一些不信上帝的人 他可以在患难中产生坚忍 产生美好的或者说老恋的个性 而且对前面总是有希望 不过最后最后他还是会羞耻的 因为没有一个人最后能胜过死亡 灌溉满精华私人毒憔悴 你一切都有了 到最后死亡会把你一切的盼望 统统夺走 如与那个草木同朽 盼望会羞耻的 如果你是一个错误的盼望 那我们刚刚讲两种情形 就是说在这些患难忍耐 老恋盼望都不一定在人间能发生 很多时候患难产生的是 更大的残忍 绝情 恨恶 绝望 一个媳妇受了婆婆患难的诊 她不是变成一个更体贴的婆婆 而是成为一个更会诊人的婆婆 那就是患难没有产生好的结果 那么不少的人在生活中经历了这些艰难以后 她变得更残忍 那我们是说很多人是被环境打败了 那也有极少数人的确在患难中成为一个很优秀的 很出类拔萃的一个领袖 但我们会说那样的人太少 而且那样不是上帝要给每个人的救恩 上帝给每个人救恩是基督徒在许多的患难艰难中 能够产生许多美好的事情 这个怎么办得到呢 其实又跟殷敬城一样 靠着上帝 为什么我们在患难中最后有荣耀而不是羞耻 在患难中有忍耐而不是绝望 在患难中有老恋而不是一个恶劣的个性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上帝把圣灵赐给我们 在罗马书第五章这里 讲到的其实已经有三位一体的味道 一方面讲到主耶稣基督 一方面讲到神 讲到圣父 讲到圣子 这里有讲到圣灵 这里不像约翰福音告诉我们 圣灵就是宝慧师 是耶稣升天以后和父一起拆来的 但是这里也很简单地告诉我们 圣灵是神赐给我们的 约翰福音有讲 若不是神赐 人就不能得什么 神如果不赐圣灵给我们 我们没有圣灵 圣灵就是神的灵 就是基督的灵 就是耶稣的灵 就是让我们能够有神的爱 在心中的那个灵 好 把那个第五章第五节的下半句 先讲 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这么多艰难中得胜呢 因为我们心里有神的爱 爱是最大的力量 上帝的爱能够化解 一切人间的仇恨和罪恶 上帝的爱是圣洁 是有力量 是有能够创造力 是有更新力 是叫人喜悦的 上帝的爱是赦免 是更新 表现在十字架 能够让光明胜过黑暗 各位 你有任何的愁苦 罪恶 软弱 就是因为没有人爱你 事实上 人间没有这样的爱 人间的爱 实际上 因为自私 还常常叫我们受很多的伤害 上帝的爱 上帝爱人的爱 上帝对人那种 无限的良善的那个爱 赦免拯救更新的爱 放在我们心里的时候 患难就生忍耐 忍耐就生老虑 老虑就生盼望盼望 就不至于羞耻 所以千万要注意 第五节的最后这句话 因为有神的爱 在我们心里 我们才可能这样 因为有神的爱 在我们心里 我们才可能化腐朽为神旗 我们才可能 把这些一切不好的事 变成好的事 以善甚恶 那神的爱要在我们心里 那神的爱 怎么在我们心里的 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 圣灵把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心里 因此我们今天 常常要求 与神同心 求圣灵来充满我们 求神将那 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赏给我们 让我们真知道它 求神让我们 能够 像以夫所说这样 心被恩感 被光照 像哥林多前书 第二章讲到的 圣灵能渗透万事 连神奥秘的事也渗透了 圣灵能让我们 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圣灵让我们经历 让我们更多经历神代 耶稣在十字架上 显出神代 圣灵让我们经历神代 就经历在我们心中 第六节 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 为罪人死 这个已经出现过许多次了 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 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能力行律法的时候 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时候 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 上帝就爱我们 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 耶稣就为我们死 按所定的日期 上帝有他永恒的计划 耶稣什么时候来到人间 什么时候是为我们的罪死 这个在加拉太书 第三章的第四节讲 极致时候满足 神就拆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上帝做事 有计划 而且做得完美 我们在上帝的计划中 今天也是讲到这里 愿神赐福大家 你时间不错 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带领你前途 你前途 阿里巴迪的根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